丰山村和树湖樱花铺道是最近几年来 寿丰爱乡协会积极打造的旅游地点之一 而近日寿丰下面代表会下乡考察 就来到了丰山村山边路二段进行考察 绝对这个地方呢 之前积极打造成樱花廊道 但是因为疏于管理樱花树杂草重生 是否乡公所应该给予协助 重新塑造这条道路的景观 才不会影响到既有的规划和观瞻 收封乡的丰山村与树湖村三边路二段 在寿丰爱乡协会多年的规划之下 长期以樱花为主要的处种 广直在樱花步道周边的道路上 虽然多条道路都已经种植樱花树 但碍于协会管养经费甚少 在收封乡民代表会定期会期间 来到三边路二段进行下乡考察 本来他们计划当初一种的时候是一千棵 一千棵是很整齐很漂亮 可是输于管理 资质不理学业之后 就开始 所以这个种了 做种了两年 两年 两年还是三年 提案人代表会副主席建议 是否能够种植其他树种 或者是加强环境的整理 为三边路的环境得以减少杂草重生 加强游客的美观印象 种植樱花是不是可以改 因为这个是丰山村农村再生计划里面的一个计划案 所以你可不可以变更或者是种其他的黄金风 泥木等等弄一个所谓的绿色的一个廊道 成为地方的一个景点跟特色 丰山村三边路二段 稻树湖村的樱花步道 积极打造为樱花廊道 管养经费一直以来 是寿风乡爱乡协会最为头痛的问题 属于管理樱花树而杂草重生 代表会也希望乡公所给予协助 重新塑造该条道路的景观 才不会影响到既有的观光发展 记者林杰寿风采访报道